当年时间9号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公方面表示 无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如何 都无助于改善现阶段糟糕的两国关系 俄方同时否认干涉这一选举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 美国中期选举固然重要 但没必要夸大其对俄美关系的影响 他表示 这一选举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 两国关系现在很糟 将来仍会很糟 佩斯科夫同时否认 俄罗斯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 他说 俄方已习惯听到这类说法 不予理睬 针对美方希望近期与俄方 就重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核查活动 进行对话的说法 佩斯科夫表示 鉴于双方关系脆弱 现阶段谈这一话题为时过早 美俄中导条约2019年失效后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成为两国间唯一军控条约 今年8月 俄外交部宣布 俄方被迫暂时退出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设施核查机制 新削减战良anny 被勇战略热imiz